前奏 它的優點就是說 你可以發現說 它每次的一個 算起來 因為我們目前來講 如果是一瓶那種 蒸劑來打的話 對它每瓶是440毫克 如果是我們目前打皮下的話 對它每瓶是600毫克 那這個大家去算過 就是說你每毫克算起來 每一毫克大概是131塊 所以為什麼說你打賀萊平 他都會有餘量因為他很貴 他的話一年下來對我們目前來講 使用一年的劑量 健保幾部可能會 幾部14到18支 根據你體重來算了 那如果說你用那個皮下注射 大家也會說會不會說因為這個關係 會花比較多錢 因為一般來講我們每三個禮拜打一次 要算一次要打18次 算起來結果費用差不多 這次健保為什麼會給付 皮下增肌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那大家比較關心這個到底健保有沒有給付 其實他們蠻不錯 他們好像今年來講 就有給付 他從今年的12月1號來講 開始健保就有給付 這個藥物從開始出來到他健保有給付 其實是很短的時間 代表是 真的是一定對患者有幫助 才這麼快 我們很多藥物 像泰加電或很多藥物 像癌絲停隊 出來好幾年了 都還是健保沒有給付 二層這個藥物從出來 到健保有給付 幾乎不到一年時間 代表說他真的是療效上是OK 那對整個醫療的一些支出 是有明顯的改善 那對患者滿意度有增加 會有一點可以減少他的Loading 一定是有很多的實證的醫學 健保才有可能去給付這個藥物 他給付條件來講 其實還是維持 原本我們賀癌品 給付的條件 第一個轉移性乳癌 病人就可以使用 那復發以前沒有使用過核藥品 健保可以給付 如果說你是 原發 就是早期的乳癌的話 對 他健保給付條件 還是要淋巴油轉移 給付條件跟核藥品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本身來講 他也是需要事前申請的 那這個我們 從不同角度來講 為什麼健保會給付 一定有他很多 相關因素 對醫師來講 我們可能不用去算那麼複雜說 每公斤要給6 還是給8 或是給2 他會減少 我們在開藥 要去思考的一些時間 那對護理人來講 他只要 泡藥直接一針 他也不需要 去重新 去給 Premidication 那輸針要去 扎POA針 很多POA有時候不好打 又看有沒有回血 又不知道有沒有塞 又腫起來又漏針對 其實很多困擾 你只要給皮下 注射其實是很簡單的 對於藥師來講 他其實不用去核對說 你到底開了劑量對不對 他只要確認說你開了藥是皮下針劑 給藥給一支 他們其實這樣核定是比較簡單的 醫院也不用去算說有沒有餘量 我們以前常常會給說 醫師你開到一些新藥 他還有餘量 我們重新再推藥再重新給藥 其實很複雜繁琐的工作 對醫院來講 他其實可以節省很多病人需要住院 等待或是在病房 我們以前病人常常講說 他要等可以躺床的 有時候不見得 比較晚來 沒有躺床 病人就說他打針要等一個多小時 又沒有躺床很不舒服 現在只要針劑打 病人打完之後當天就回去 其實可以減換很多流程 那本身來講其實安全性也足夠 因為不需要 從POA給 你光 開到POA就有一定的風險 病人每兩個月回來充管 其實也是問題 所以假設這個病人是用皮下蒸劑可以注射來講 其實他有很多的一個好處 對病人來講他可能有這麼多好處 他本天一天來講就可以安排很多事情 兼顧到病患的治療 兼顧到家人 也兼顧到社交各方面 他其實變多采多姿的一個生活 不用說每天要去打針就開始很緊張 一整天耗在醫院 所以這是未來的一個考量 那賀癌品其實有一點還是比較注意 因為目前其實很多 早期乳癌病人 或是治療比較穩定 因為這病人治療是1點的時間 那假設 病人是不用做化療 他可能不會停經 那這些病人就有可能他會懷孕了 最重要是說你要確認你的病人他是沒有懷孕的 一旦有懷孕你可能要跟他 告知然後轉介 到藥室或是要進行通報 確認他以後 不會因為懷孕相關的問題 而產生一些 好醫療或是 一些糾紛上面的問題 這可能安全性上的考量 然後